第三 控制禁军 高宗在去世之前 在武后的苦心经营的权力之网中 军队一直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 武后当然也知道 倘若是没有着军队的拥戴 那任何的执政者的地位都将不是稳固的 所以在这一次 武后是特意提拔了两名将领 让他们分别去掌管左右羽林军 这两个人就是成务廷和张乾旭 当初裴炎为了排挤裴行俭 就把平定东突厥的功劳给了他们 而在这一次 武后又让他们掌管禁军 成章二将无不对此是感恩戴德 从此成为了武后的铁杆雍顿 正所谓是枪杆的李出政权 在武后接下来废除中宗的行动之中 张成二人的禁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四 镇服地方 红道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也就是中风李哲即将除丧的最后日子里 武后派遣了四名心腹将领 王国 令狐志通 杨玄俭和郭其宗 分别前往冰州 益州 金州和扬州 与当地的府司 共同镇守 这四大都督府 那是唐朝在地方上的军事和经济重镇 其中 兵州是礼堂的龙兴之地 又是防御东突厥的桥头堡 其重要性自不用言 益州 俗称是天府之国 历来享有 卧野千里 民因国父的圣誉 是唐朝的中央财政主要来源之一 荆州是中南地区水路交通的重要枢纽 四通八达 战略地位是十分的突出 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 扬州 富甲天下 是唐代最大的经济都会 也是有唐一代最重要的赋税来源地 与益州当时未称为是扬益一二 在权力过度的敏感时期 武后以心腹将领出镇这些重地 足见他在政治上何等的深谋缘虑 此举具有双重作用 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讲 是为了防止地方叛乱 从消极上来讲 即便武后在朝廷的权力斗争中失势 他也还会有很多的后路可退 为此 武后的这最后一招 可以说是进可攻 退可守的万全之策 公元六百八十四年 注定是李汤王朝的多世之秋 这一年 朝廷先后更换了三个年号 四圣 文明 光宅 而在这背后是一段 波鬼云觉 变幻莫测的历史 朝野各种势力 在这一年里是静相登场 展开了一幕幕 有声或无声的博弈厮杀 而武后 则独自一人 站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 眼观六路 耳平八方 翻杖为云 副手为语 把这各式各样的对手 一个个打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或者是静止推入那死亡的深渊 第一个被他从天堂打入地狱的对手 就是他的第三个儿子 钟宗 李哲 新年的正月初一 刚刚脱掉丧服的新君李哲 迫不及待的改元四圣 大赦天下 同时策立太子妃 伪视为皇后 然而此刻的李哲 却不郁闷地发现 尽管他已经是跪为了皇帝 可是武后丝毫没有还政于君的意思 而更让他感到悲哀的是 满朝文武 宫廷内外 几乎全是他母亲的党女 放言所及 根本就没有一个让他可以信赖的人 李哲愤怒了 既然让我当这个天子 那你就要给我天子的权利 李哲开始奋而行使自己的权利 就在策立伪后的同一天 李哲就把伪后的父亲伪玄真 从小小的浦州参军 一下子提拔为豫州侧使 也就是从正九品下提拔到了从三品 正月时 李哲又把伪后的一个远亲 使任祖陕其常侍的伪红敏 任命为太府卿 同中书门下三品 让他一下就跨入了宰相的行列 很显然 血气方刚的中宗李哲 既不想当傀儡天子 也不想当光杆司令 所以呢 他必须要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 如今既然这满朝文武 没有一个人值得他信赖 那他当然就只能是以重外戚呀 又过了几天 李哲再次做出了一个 令所有人都称目结舌的举动 他宣布要将岳父韦玄珍 从尚未坐热的刺史的交易上 再度着升为适中 并且还想把如母的儿子提拔为无品官 面对新天子这种任性而鲁莽的惊人之举 顾命大臣兼首席宰相裴炎 顿时有一种啼笑皆非之感 尽管他很了解新君李哲此时此刻的心情 可是他对李哲的行为 却不可能抱有丝毫的同情 没错 伟玄珍贵为国障 天子想要任用他提拔他 这也是人之常情 原本也无可厚非 可问题在于 国家有国家的法度 朝廷有朝廷的规矩 要想升官 可以 可是你得讲条件 你得论资历 你怎么能在短短半个月时间里 把一个小小的九品参军 一下子着升为堂堂的三品宰相 你李哲虽然是天子 可是你也 你也得按照规矩办事 像这种有违法度之事 对不起 我裴言 万难从命 再者说 门下上 那是握有风波之权 假如让这个伟玄珍当上侍中 那岂不是 恰好对我这个中书令 形成了制约吗 我裴言好不容易 独揽宰相之权 又岂能让他伟玄珍 分我的蛋糕啊 因此 裴言十分坚决的把天子的旨意给顶了回去 不管李哲说什么 裴言就是俩份 不行 最后李哲终于勃然大怒 忍不住 指着裴言的鼻子咆哮 怎么着 我就算把整个天下都送给伟玄珍 又有何不可 何况小小一个适中啊 李哲的首次帝王生涯 就在这句没头没脑的气话中 悄然画上了句号 裴言看着暴跳如雷的天子 他是啥也没说 一转身就去觐见太后 并且把太子的话是原封不动 向太后做了汇报 武后的嘴角略过一丝冷笑 他比谁都了解自己这个儿子 他知道 就以他这点能耐 不可能在天子位子上坐得太久 迟早有一天 他自己就会露出马脚 然后乖乖的滚蛋 只是让武后有点始料未及的事 这李哲竟然这么沉不住气 才当了几天皇帝 就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 真是个不长进的东西 在当天 一个费力皇帝的计划 就在武后与裴言的密谈中 顶了下来 四圣元年2月6日 武后把文武百官 全都召集到了洛阳宫的正殿 钱元殿 准备要进行一场特殊的朝会 按照惯例 从高宗显庆二年开始 朝会呢 都是间隔一天所举行 也就是逢丹上朝 逢双不上朝 而这一天正好是双日 武后突然召集百官上朝 他到底要想干什么呢 中宗李哲对此大惑不解 同时也隐隐地嗅出了一丝不祥的气息 当文武百官 余贯进入大殿之时 所有人都感到 今天这个朝会的气氛 有些异样 天子 端坐在玉榻之上 神情略显张黄 太后依然隐于那透明的围帘之后 人们看不清他的脸 可是分明可以感受到 一股威严和肃杀之气 正在整座殿堂之中弥漫着 百官已班次站定之后 赫然发现在班首的位置上 少了两个人 中书令裴炎和中书侍郎刘一之 就在百官满腹狐疑之际 店门口忽然响起了一阵急促 而砸他的脚步声 人们看见裴炎和刘一之 带着一脸凝重之色 双双步入殿中 紧跟在他们身后的 是禁军将领 程务廷和张前逊 后面还有一大群 铠甲铠枪杀气腾腾的 羽林军士兵 百官们不云而同 在心里发出了一声惊呼 污秽呀 要变天哪 中宗李哲 脸色在这一瞬间变得煞白 裴炎静止走到丹西之前 用一种略带轻蔑的眼神 瞥了天子一眼 然后他转过身去 面向百官 高声宣读了太后斥令 从即日起 废皇帝李哲 为庐陵王 话音刚入了 两名全副武装的羽林士兵士 迅速冲上丹西 不容分数 把那天子夹下来 李哲一边挣扎一边扭头大喊 我有何罪 维良后传出了武后 不容置疑的声音 如 欲以天下 于伪玄真 何得无罪 慕然听见这句话 刚才还在拼命挣扎的李哲 顿时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瘫转着下来 任由着士兵 把他夹出大殿 目睹着突如其来 而又惊心动魄的一幕 百官们是面面相去 整座前缘殿 鸦雀无声 一个由高宗亲自指定的接班人 一位登基还不到两个月 实际当政不过三十六天的皇帝 就这样说费就给费了 武后似乎连一根小指头都没动 一场不流血的政变 就在这转瞬之间宣告完成 在第二天 武后的第四子豫王李诞 就以一个普通亲王身份 被武后直接策列为皇帝 视为唐瑞宗 同日改元文明 大赦天下 并策列瑞王妃刘氏为皇后 六岁的嫡长子 李承稷为皇太子 然而 这李诞虽然挂了一个皇帝的头衫 可是他只不过是个政治花瓶 一切政务皆由太后处置 李诞被安置在了别殿里 不得参与政事 实际上也是形同软件 二月八日 武后将高宗所立的皇太孙 李重赵废为庶人 将李哲的岳父 韦玄珍 流放青州 二月九日 武后派遣左金吴将军 秋神纪 前往废太子贤的流放地八州 表面上是让他监视李贤 实际上是暗示他 逼李贤自尽 二月十二日 武后亲临武城殿 由皇帝李诞率王公大臣 向武后崇尚太后尊号 正是确立了武后临朝称制的合法性 从此 洛阳宫的紫臣殿上 赫然就生起了一道淡紫色的沙杖 在那薄如禅意的沙杖的背后 端坐着一位屁腻天下拨弄乾坤的女人 太后五妹 这就是武后 武后独断朝纲的开始 这一年 武后六十岁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妇人 那么此时最大的幸福 莫过于在寒一弄孙中 游游足碎 在天伦之乐中安度晚年 可是对未来的女皇武兆而言 她传奇人生中 真正的华彩乐章 才刚刚奏响 由她领先主演的一出 空前绝后 精彩分成的历史大戏 也才刚刚开场 这好戏还在后头